爱比云扛住疫情冲击第四季度业绩超出预期 嗨 我是艾比 这里是金浪财 一分钟了解财经热点 周四呢 全球共享民宿巨头爱比云Airbnb是发布了IPO以来的首份财报 财报显示呢 爱比云去年第四季度的收入为8.59亿美元 虽叫2019年同期的11亿美元下降了22% 但这一数字仍然是超出了分析师的预期 相关人士表示呢 虽然新冠疫情带来了旅游业的重创 但爱比云的表现仍然是好于许多竞争对手 爱比云四季度的预定住宿和体验记录呢 一共是达到了4630万个晚上 总预定价值为59亿美元 爱比云首席执行官表示呢 从2020年的表现可以看到 爱比云具有坚强的韧性和适应性 并表示正在为旅游业的反弹做准备 那您对爱比云之后的走向有何看法呢 欢迎给我们留言分享